我们必须根治神的道信仰神 创世纪第四章一子五节 有一遇,那人和他的妻子夏娃同房 夏娃就怀孕,生了该云 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 又生了该云的兄弟亚伯 亚伯是牧羊的,该云是种地的 有一遇,该云那地里的出产为贡物献给耶和华 亚伯也将他羊群中投生,和羊的枝油献上 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贡物 只是看不中该云和他的贡物 该云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 创世纪第四章描述人类第一次向神做的献祭 亚当和夏娃,人类最早的走先犯罪后 被轴出伊甸园,他们生了两个孩子 一个叫该云,另一个叫亚伯 后来,两个儿子有了职业,一个种地,一个成了牧羊人 后来,两人向神献祭 种地的该云带上地里的出产做献祭 而牧羊的亚伯将他羊群中的徒生和羊的枝油献给神 但是,神接受了亚伯的献祭,却拒绝了该云的献祭 所以,圣经说,该云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 即使今天,人们即使拜神 由于神不接受该云的献祭 因为他献上地里的出产 我们发现今天使得基督徒像该云那样拜神 很多基督徒用他们属于肉体的思想拜神 也就是说,他们拿出自己的意志 宗教,投入,忍耐,牺牲和善行作为贡物献给神 这和该云拿出献祭是相同的 如果你们把自己的优点献给神 他会愉快地接受吗? 不会,当然不会 无论如何,神不愿意接受任何肉体的献祭 所以,基督徒应该认识到 那些把自己的虔诚作为贡物献给神的人 最终只能突然地拜神 过错误的信仰生活 虽然在今天经文里记载的事情 发生在很久以前 但即使现在 大多数基督徒仍然像该云那样偷然地拜神 该云拿地里的出场作为贡物 头牢地献给神 同样,基督徒在犯罪后做忏悔的祈祷也是偷然的 这种行为属于该云的崇拜 只做悔改地祈祷 罪念能消失吗? 只信十字架地学 谁的罪念能得头呢? 不能,绝对不能 只盲目地把自己的热情 自为贡物 像该云那样献给神 谁的罪念也不能得头 但对于我们这些信仰死和圣灵福音真理的人来说 我们所有的罪念已经从心里消失 因为主已经图抹了他们 今天大多数基督徒仍然像该云那样拜神 这是多么质大的悲剧啊 他们认为他们因为盲目的信仰十字架的学 已经无罪了 他们粗暴地依靠自己悔改祈祷来接近神 尽管罪念不可能靠悔改的祈祷得头 人除非信仰耶稣赐给的水和圣灵福音 否则,他的罪念绝不能通过自己的宗教热忱 抑制、投入或悔改的祈祷脱膜 然而,使得基督徒既是这样信神 这令我无比悲伤 他们不断地献上该云的贡物 即使他们知道完全徒劳无益 即使我们向他们全拨真理 他们也不接受 他们凭着自己的头肉盲目地崇拜 他们顽固地坚持该饮的献祭 是因为他们也有东西献给神 即地上的出残 由于在他们的信仰祖先当中 有殉教士 有先为守安息日为圣 曾试赐一切 他们对信仰前辈引以为好 力求在过信仰生活时 效仿他们 但是,不信谁和圣灵的道 谁能领受罪念得赦呢? 只信十字架的学 不信谁和圣灵的福音 你们能从自己的罪念中得手吗? 每天做悔改的祈祷 你们能从自己的罪念中得赦吗? 不信真理的福音 不可能领受罪念得赦 无论你们柔和下决心 不再犯罪 过合乎道德的生活 你们凭自己的努力 不能妥抹罪念 如果你们信仰是错误的 那么你们绝不能领受罪念得赦 无论你们多么努力 过守灵的生活 所以,不信谁和圣灵的福音 谁能从罪念中得手呢? 这个时代确实更加是要 谁和圣灵的福音 伦理道德伦丧 世人的行为规范遭到破坏 各种律法主义的信仰已经崩溃 所以,谁和圣灵福音 确实是必不可缺 人类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 受罪念的束缚 不信谁和圣灵福音 谁能领受罪念得赦呢? 基督教已经崩溃 更加糟糕的是 今天绝大多数的基督徒 仍像该淫那样过信仰生活 这些人只信十字架上的血 只在贼里承认他们的信仰 每天做悔改的祈祷 力求领受日常罪念的得赦 虽然人应该向神认罪 但这些罪念只向神祈求 不能得头 尽管该淫拿出地理的出产 作为神的贡物 神不愿意接受 同样,只做悔改的祈祷 不能图抹任何的罪念 只信十字架的血和做悔改的祈祷 不可能处置罪念 这个世界现在充满罪恶 因为撒大已经倾倒下罪恶过犯 现在整个世界正在罪恶里盘旋 罪念肆虐穿折 现在人们不以罪为罪 在这样的世界里 你能靠自己的力量战胜罪念吗? 你们要过怎样的守灵生活 才能靠勤勉的悔改祈祷和圣化 领受这些得赦呢? 换句话说 没有亚伯献给神的贡物 没有这种信仰 你们怎能领受这些得赦呢? 你们或时看到 今天摇滚乐队在指办音乐会时 多么的疯狂 今天的年轻人 纯群结队 像蜜蜂那样 融向这些场合 演员和观众同样的疯狂 观众不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里倾听 而是行为怪异 无论男女 他们相互碰撞 摩擦 跳舞 尖叫 舞台上的人脱掉衣服 做出各种滑稽的动作 他们好像完全发疯 但基督徒会因为他们只是基督徒 就果真离开这些地方吗? 时代的潮流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今没有谁能生活在世外桃源 现在已不再是律法的旧时代 法利塞人和拉比穿着长袖 隐藏不愿意被大家看到的东西 当时贼的文化不像现在那么穿折 所以如果有人犯罪 他仍然可能通过向神做守罪计 恢复生活的信心 对照鲜明 现在这个时代充满罪孽 所以你们不可能保持清白 不受罪恶的污染 只要打开电视 你们就能看到各种隐道的场面 一切都是罪孽文化的产物 你们怎么可能所谓自己的心 过合乎道德的生活呢? 况且由于英特网的发展 各种各样污秽冲斥网络 只要点击手标就容易访问 据说即使中小学生也经常访问成人的收费网站 对于像我这些从未访问过这种网站 也没有什么兴趣的人来说 这些网站的名称就足够令人反感 父母发现他们的子女在浏览信网站时斥责说 你不能再次访问了 子女则说 这个网站什么东西也没有 甚至没有资格收费 我们现在就生活在这种时代 因为我们生活在如此腐败的年代 我们很难过手灵的生活 的确只有耶稣基督能真正把我们拯救出罪孽 离开主赐给的谁和圣灵福音 谁也不能得救 谁能做到呢? 靠悔改的祈祷吗? 靠认罪的祈祷吗? 靠过手灵的生活吗? 这完全胡说八道 该赢把地里的出产作为贡物献给神 不可能领受罪孽得赦 该赢把地里的果子献给神 大神不结束 这意味着该赢不能领受罪孽得赦 献出地里的出产是什么意思呢? 这意味着你们的意志信仰 指作为宗教信仰 根治人的长教像你们的祖先那样信仰 根治你们自己的思想信仰 而不是根治圣经的真理信仰 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献给神 建立你们自己的优点 而不是因信跟随神 所以这些事情都源于像该赢那样 把地里的出产献给神的信仰 和以前一样 这个世界有两种信仰 亚伯的信仰和该赢的信仰 这两人的信仰都通过他们做的献祭表示出来 圣经说 亚伯不同该赢 把羊群中投生的羊和枝油献给神 谁是羊群中投生的? 是耶稣基督 这里的油居是什么? 是指圣灵 为了拯救我们 神把他唯一的亲儿子 拆遣到世上 受洗 担当人类所有的罪孽 耶稣基督 肩负世人的罪孽 然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流血而死 从而把我们拯救出所有的罪孽 我们必识信仰这个真理 向神做信仰献祭的亚伯 不但领受了罪孽得赦 而且还被神接受了 确实如果我们不信水和圣灵的福音 还有什么办法领受罪孽得赦呢? 我们能靠什么可行的办法守罪呢? 我们到底怎样才能变得无罪呢? 我的信徒朋友们 我们靠该隐的献祭能领受罪孽得赦吗? 不,这是不可能的 但大多数基督徒坚持荒谬的信仰 他们的问答集有一章叫做 《如何领受罪孽得赦》 他解释罪孽得赦靠悔改的祈祷 话之话说 当基督徒犯罪时 他必是做悔改的祈祷 信仰主在十字架上的保血 即信仰保血 确信主甚至赦免了他刚犯的罪 他全部基督徒 因相信每当他们做悔改的祈祷 总就赦免他们的罪孽 牧师缠播基督徒必是确信 如果他们祈祷 总必定赦免他们的罪孽 坚持认为他们必是无条件的相信 无失任何理由 当牧师这样全教 他们的会众确信 哎呀,既然我的牧师这样说 肯定是正确的 并照着信仰 但即使他们确信这一点 说我相信是这样 信心百倍的就忏悔了祈祷 他们的罪孽果真会从他们心里消失吗 他们从未把罪孽斩价给耶稣 他们果真确信自己心里无罪吗 不,他们不能确信 只有当公价支付罪孽才能得头 不支付罪孽的公价 罪孽绝不能得头 说到支付罪孽的公价 是耶稣基督支付了所有的公价 如果你忽视主完全支付了罪孽一切公价的事实 只是盲目的确信 我无罪 你们不会真正的无罪 周降临于世 他受洗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孽 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有罪孽被定罪 如果他没有这么做 我们的罪孽不可能得头 无论我们多么努力 仅仅因为你们确信周 赦免了你们所有的罪孽 即使你们不知道真理 这意味着你们无罪了吗 不是,当然不是 只因为你们相信 我确信周赦免了我所有的罪孽 你们的罪孽 怎会消失呢 是因为主脱抹了我们所有的罪孽 我们现在无罪吗 哈斯说 我们现在无罪 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信念 无乱主为我们做过什么事情呢 我们无罪是因为我们的主 因为主降临于世为我们受洗 担当世人的罪孽 把他们背负到十字架上 在十字架上死亡 从而清洗了我们所有的罪孽 我们因为信仰这个真理而变得无罪了 确切地说 正因为主脱抹了我们的罪孽 我们因为知道并接受他确实消除了我们所有的罪孽 现在我们无罪 换句话说 因为主为我们做的一切 当我们认识这个真理 信仰这个真理 我们的罪孽就会消失 如果我们不知道耶稣的洗礼也不信仰 我们绝不能说我们无罪了 我们完全无罪是因为神亲自 脱抹了我们所有的罪孽 神接受亚伯献上的头身羊和羊的枝油 神差遣他唯一的爱子来到世上 让他儿子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担当我们所有的罪孽 把这些罪孽背负到十字架上 并在十字架上死亡 因此生抹抹我们所有的罪孽 他决定用这种办法跟除我们所有的罪孽 他确实是这样抹抹这些罪孽的 因此只信仰这个真理我们已经无罪 其他一切都是投缘的 无论我们多么热忱的信仰耶稣 无论我们如何向神献出所有的金 银以及宝贵的财产 无论我们如何为了别人跳进火海 即使我们发誓信仰耶稣 下决心不再犯任何的罪 我们的罪孽果真会消失吗 只因为我们自己不可动摇的坚信神 已经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孽 就果真意味着我们的罪孽会消失 即使我们不信耶稣的洗礼和血呢 不绝非如此 这只是我们人类自己的意志 今天使得基督徒承认耶稣 抹抹了我们所有的罪孽 在十字架上流血 担当我们所有的定罪 但这种信念实际上能维持多久呢 一天呢还是一周呢 我们的信念能维持一个多月吗 或者信念更加坚定的人能维持两三年呢 这些人确实能够多年维持这种信念 然而这种信念不会永远维持 凡是人类的信念 没有建立在神的道上 都是地里的出产 因此必然随时腐败 我看待今天的基督徒感到非常的心晦意冷 因为他们使得人看起来像该隐 每当我讲到福音 我不禁要说一说这个令人止丧的事实 即使在此时此刻 无数人仍然对这种荒谬的惨叫 盲目地呼喊阿门 神情激愤的赞美声 赞美是耶稣让我靠近十字架 唱到十字架十字架 永远是我的荣耀 直到我欢聚天堂乃夸主的十字架 基督徒经常情感饱满地唱这首赞美诗 但仅仅因为母人情感丰富地唱赞美耶稣 并不意味着他会接受这种赞美 然而尽管如此 太多的人这样赞美神 我们不应激发自己的情感 而必是首先靠信仰C和圣灵的福音真理 领受罪孽得赦 然后赞美神 感谢他的赐福 因为主先爱我们 他来到世上妥抹我们的罪孽 受洗担当世人所有的罪孽 走下十字架流尽宝雪 支付我们罪孽的公价 从而完美地拯救我们 因为我们知道和信仰这个真理 我们从内心深处满怀感激地赞美他 换句话说 因为造物主首先妥抹了我们所有的罪孽 即使我们犯罪或陷在罪孽里 我们仍然能因性享受罪孽得赦的恩典 因为耶稣抹抹了我们所有的罪孽 我们已经因性得救 即使我们在领受罪孽得赦后 有时陷在远入里和犯罪 我们仍然无罪 因为我们相信主甚至已经驼抹了这件罪的真理 主驼抹人类所有罪孽的真理是先确定下来的 因此信仰这个真理我们已经领受罪孽得赦 如果你们甚至不知道耶稣神的羔羊 所做的完美守罪季 那么你们满怀深情热力盈眶的赞美神 能真正构成正确的祈祷吗 神接受这样的赞美和崇拜吗 不 这只是自己喋喋不休的唠叨 并不是那种神愿意接受的赞美或者崇拜 即使所谓的基督徒知识分子也容易感情用事 他们以自己的感情为重 盲目地承认信仰耶稣 但神会真正地接受他们吗 不 神不会接受以肉体的方式做的任何崇拜 该银口口声声说拜神 却拿地里的出藏作为贡物 他用地里堆积揉伤的各种出藏拜神 如土豆玉米苹果等等 但神会接受他们或者对他满意吗 不 这种贡物既不会令他满意 他也不愿意接受 事实上这是对神的冒犯 如果人们把属于肉体的东西供奉给神 即他们自己的劳动和汗水所得 神不会欢喜 神喜欢的是梵祭 当罪人在祭物头上按手 把罪孽涨价到献祭动物身上 动物的血洒在梵祭坛的脚上和洒在地上时 动物的肉焚烧时神就喜悦 这种献祭 即献祭动物接受人的罪孽 替他们而死 被称为守罪祭 当献祭动物支付了罪孽的公价 神就喜悦 神接受那些这样做献祭之人的贡物 神把这些人视为无罪 每个人都必是献上神喜悦的贡物 如果像该隐那样 你们献给神的贡物不能令神喜悦 则他不会愉快的接受 该隐把地理勤劳跟踪一年的所得献给神 但神接受吗? 不,他没有 为什么神不接受该隐的贡物呢? 因为这不是神想要的贡物 根治神的律法 人类对神犯罪 他们因为自己的罪孽而死亡 所以说 如果母人把自己大量的劳动所得献给神 请求神饶恕他们的罪孽 神愿意接受陀摩他的罪孽吗? 不,并非如此 神的律法明确地说 罪孽的公价是死亡 正是因为罪孽的公价是死亡 献祭才是必不可缺的 换句话说 我们绝对是要一种神规定的献祭 替我们而死 全人类的献祭正是耶稣基督 神唯一的亲儿子 耶稣基督降临于世 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担当世人的罪孽 耶稣肩负这些罪孽 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这些罪孽 担负受罪的审判 因为耶稣借他的洗礼 肩负我们所有的罪孽 他在十字架上 因为这些罪孽受惩罚 我们大家必须相信 耶稣用这种方式拯救了我们 当我们这么信仰来到神面前时 神就接受贡物 同时也接受我们 在今天的经文里 神接受亚伯及其贡物 正因为他有这种信仰 相反 该隐没有献出神要求的贡物 所以他没有被神接受 然而尽管如此 全世界的基督徒 仍然像该隐那样拜神 把他的肉体劳动所得作为贡物 真理的福音实际上非常明确 然而尽管神喜欢什么样的贡物 清清楚楚 人们仍然献出那种不能取悦神的贡物 亚伯献出羊群中的头生和羊的枝油 表明他真正的信仰福音 即神拆来他唯一的亲儿子 完美地图抹了我们所有的罪孽 父神拆来同样是真神的儿子耶稣 叫他受洗担当我们所有的罪孽 留学担负这些罪孽的定罪 并且三天后复活他 因此父亲兴起他唯一的亲儿子 这位我们的救世主 如果我们知道这位救世主信仰他 则我们就能领受罪孽得赦 当我们向神承认我们是注定要下地狱的罪人 相信主树席和在十字架上流血 为的是拯救我们 用这种信仰拜神 他就会愉快地接受我们的崇拜 神对这种信仰的崇拜感到满意 这正是取悦神的献祭 什么是真善 是不遵从神的旨意吗 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 从那神一位之外 再没有良善的 陆家福音18章19节 唯独神是良善的 人类有什么良善可言呢 人类的思想完美吗 不 全人类的思想都有缺点 误会的 既然如此 从人类这种思想发出的任何意志 或者献身 怎能说是良善的呢 换句话说 这种优先权 不是我们自己的意志 或者献身 而是我们必须首先仔细地检查神的旨意 凡是信仰神旨意的人都能得救 当时都能智觉这种旨意 像该隐那样拜神 你们可以把你们一切的喜爱和努力 加到只信耶稣在十字架上写的信仰上面 但你们的罪念会真正消失吗 不能 当然不能 神不但拒绝接受这种献祭和贡物 而且他也拒绝了做献祭的人 当该隐把地里的出残作为贡物献给神 神拒绝接受 结果如何呢 圣经说他变了脸色 即使在当今这个时代 使都人仍然像该隐那样做献祭 正如该隐把地里的出残献给神那样 使都基督徒向他献上自己的意愿 头肉 优点 和金钱 即使他们脖子僵硬 眼神坚定 向神发誓说 我将圣从你的旨意而生 他们的决心和意志 会在一两天内被打破吗 诚然 他们的誓言全部都立刻被打破 甚至无法维持守天 然后他们再次做悔改的祈祷 重新下定决心 说 无论如何 我要过守灵的生活 但新的决心能维持更久吗 不能 他将重新被打破 然而令人悲伤的是 尽管如此 我们身边这样的人太多了 我的信徒朋友们 如果你们像该隐那样向神做献祭 你们能领受这些得赦吗 不 你们不能 那么 你们怎样才能领受这些得赦呢 你们必须做的一切 只是献上和亚伯相同的贡物 我们的肘已经赦免了你我所有的罪孽 主受洗衣在十字架上流血 并从死亡中复活 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孽 我们必须做的唯一事情 只是信仰这个真理 我们做悔改的祈祷 或过良善的生活 能领受罪孽得赦吗 如果有人想靠和善的生活 领受罪孽得赦 没有人可以留在教会里 我自己也得告别教会 人类如此的不足与软弱 他们做的一切只是接二连三的犯罪 所以如果人们只知道过和善的生活 怎能领受罪孽得赦呢 谁愿意信仰主呢 谁愿意跟随他呢 因为主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孽 我们信仰主和跟随主 如果有人告诉我们 向主献上肉体的劳动果实 我们还有别的办法跟随他吗 亚伯献上羊群的徒生和羊的尤之日 是我们真拯救的体现 神已经应识用这种方法拯救我们 换句话说 神很久以前就已经应识 他会通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拯救我们 他遵循了这个应识 他自己是神的耶稣基督降临于世 受洗担当我们所有的罪孽 在十字架上被定罪 支付了我们罪孽的公价 神拯救的天意 是叫耶稣受洗 肩负我们的罪孽 受死支付这些罪孽的公价 从而拯救我们 这就是随和圣灵的福音真理 我们的神利用这种方法拯救了我们 那么我们在真理面前应该怎么做呢 什么也不用做 只是远远本本正确的信仰真理的道 有一件事情我们务必要做 那就是我们应该始终向神和人承认我们的错误 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 我们大家必须至少做这件事情 其余的事情都由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世主来照料 他已经解决了我们所有罪孽的问题 耶稣不是已经全部解决了吗 当然他已经全部解决了 信仰这位主我们已经得救 我们的罪孽消失完全因为主唾沫了他们 因为我们这么信仰 现在我们心里无罪了 尽管这是拯救了人类清清楚楚的真理 但看到有那么多的人仍然不幸 是多么令人止丧啊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坚硬的心至少应该稍微改变一点 但现在看不到任何改变的迹象 尽管我们情犯的全波死和圣灵的福音 人们仍然即使固执地坚持该隐的献祭 如果有一件事情发生了改变 那就是现在更多的人坚持认为自己无罪 尽管他们心里仍然还有罪 换句话说 越来越多的人坚持认为 只要信仰耶稣就是无罪的 即使他们不信仰他的洗礼 这是我们观察到的改变 这意味着该隐的后代 现在掌握了拯救秘密的线索 但没有掌握全部的真理 他们认识到在这方面 对于一个人来说变得无罪是可能的 他们已经至少学习了那个经验 但是他们对这个怎样被取得 仍然知道的不确切 他们认识不到人不可能无罪 所以他们至少舍到一种教训 但他们仍然不知道得救柔和精确的实现 人们只有认识和信仰耶稣的洗礼才能说 做不到这一点 只盲目地自称无罪 谁会真正无罪呢 没有 当然没有 我们不知疲倦的全部福音 做得精疲力竭 但尽管我们工作辛苦 全世界的基督徒尤其是在韩国的基督徒 稀有改变 在某种程度上讲 他们既是忽视神的旨意 武断地信神 什么也不会改变 我们全部福音很多 我们希望该赢后一 至少会有一点点改变 但在韩国基督徒中 丝毫没有改变 相反 他们好像对这个真理更不感兴趣 你们怎么样 你们周围的基督徒改变了吗 除了那些领受罪念得赦的人以外 谁改变过呢 没有吧 他们的信仰始终相同 2002年 韩国只办了一次基督徒的国际大会 大会的牧师首脑做过一次步道 他说 我们彼时重生于水河圣灵 但这里什么是水呢 他自孕妇的羊水 在所谓世界基督徒领袖的聚会上 这个步道内容竟如此的荒谬 他们能有什么交往吗 他们除了谈恋柔和信实的生活 虔诚以及怀着重生的强烈愿望 信仰以外 还能谈什么呢 我们必是唤醒那些纯粹的人 现在人有太多的人 不知道水河圣灵的福音 人有太多的地方 是要我们全播福音 我们周围 仍有太多的人必是重生 太多的基督徒 投染的信仰 都因为他们仍然不知道这个真理 换句话说 无数基督徒 受到没有重生假先知的误导 他们每天做该隐的献祭 甚至自己也认识不到他们的妙物 我们必是认识到 人有十多人像该隐那样拜神 我们必是引导他们回心转意 这些信仰 是我们罪孽得色 是我们自己的优点吗 不 那是错误的 主借他的随和学 图抹我们所有的罪孽 我们信仰这一点 已经领受罪孽得色 这是正确的 这正是亚伯的信仰 我的信仰朋友们 那么让我们大家都 拥有亚伯同样的信仰 让我们也全拨这信仰 神在创世纪第四章 显明的道即使现在仍然有效 因为神的道是润恒的真理 他超越时空和空间 现在仍然正确有效 神的道是生活着的道 即使现在即使人仍有效 这世上有多少人像该赢那样呢 非常多 所以我们是要做的工作很多 因为我们必时把福音 全部到全世界的每个角落 即使你们大家都是福音的全职工人 神的工人仍然不够 我的信仰朋友们 我们彼时联合工作 使撒旦找不到攻击我们的机会 我们不能以自我为中心 而必时首先把心思放在神 告诉我们的事情上 优先跟随他 我劝告你们大家都要知道 神说的道 信仰他的道 应信拜他 执行他的工作 你我必逃离 以自我为中心的信仰 死终追寻以神为本的信仰生活 神已经借着死和圣灵的福音 拯救我们 信仰这一点 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情 不乱吃喝 都应为神的荣耀而生 哥林都前书第十章三十一节 我们应下定决心 跟随主 如果你们以自我为中心 则你们终究像该隐那样 但如果你们脱离以自我为中心的信仰 让你们的信仰专注在神的身上 则你们能够始终与神和平共处 在生活里充满他的赐福 你我大家都能做到这一点 你我必是始终站在亚伯的一边 我们绝不能站在该隐的一边 该隐虽然强大 意志坚定 以自我为中心 另一方面 亚伯是一位不足的男人 然而他承认自己的脆弱 因信仰而得生 所以他成了我们的信仰之父 亚伯训教捍卫正确的信仰 竭力把他的兄弟该隐 引上正确的道路 由于我们也有亚伯的信仰 我们必须用这个信仰 把该隐的后裔引向真理 在他们的心里根植亚伯的信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